你是我不及的梦 第二集 你是我不及的梦 车子抵达月牙泉的时候 一同进入这山谷的人都往水边奔去 骆驼全跪着休息了 我趴在碎石地上 拍摄着一块又一块覆盖在驼背上的布料 那被我称作民族花纹 的东西 有声音在一旁说 这有什么好拍的 不过是一些破布北 我收了底片 弯下腰来抖散着发中掺杂的沙子 突然抬眼 向那围观的人群灿然一笑 玉莲 那位将我驮进山谷里来的女子 笑着上来问我 姐姐不上山去 我看了看日头 看了看眼前直到天际的汉海沙洲 又看了看玉莲 说 好的 我们走走去 我竖起头发 戴好帽子 蒙上口罩 慢慢跨上骆驼 姐姐拉稳 看站起来了 玉莲 玉莲喊 不怕 没事 我说 可以走了 玉莲抓着骆驼绳子在我的前方行走 姐姐 姐姐以前看过沙漠没有 看过的 我看姐姐骑骆驼跟旁人不一样 别的人来 把她当马一样骑的 那么下地的时候就不好走路了 我笑了起来 我们穿过沙海 沿山丘的弧形棱线往上爬 驼铃的声音雷当 雷当在大气里回荡 再远的山头上 两三匹驼影 停在高处 玉莲说 那肯定是日本人 不去管日本人 我说 玉莲儿 日子好过吗 可以 一天攒个十来块人民币 那骆驼要吃掉几块呢 骆驼不吃钱 玉莲笑了 骆驼吃田里的草 我们给种的 过了秋天 骆驼就吃干次 能活吗 我说 别的牲口不能 骆驼可以 你们够活吗 我们一家三口 足够活 到了冬天没有人来骑骆驼了 怎么办呢 我们是传的钱 省省地花 加上六七月田产出来了 麦子磨成面放起来 冬天不用愁的 你爱人呢 玉莲 爱人在家抱娃娃 不出来索骆驼吗 他并不会拖人 一个客人都拖不到 只知道看看 站了一天到晚的 你是心疼他 才这么说的 他真的是不会 说着玉莲扑的笑出来了 哄娃娃事情也怪多的 玉莲结婚几年了 两年多 一个娃娃 恩 还想要一个 不怕罚吗 不怕 三个就不可以了 不是罚很多钱吗 没关系 娃娃好 玉莲你们是农民 哎 算是农民 也养骆驼 小骆驼不好养 是去买县城的大骆驼来的 向谁去买呢 我爱人和他的爸爸 向少数民族那边去买 一条一千块 要锁三天三夜才回来 那边一个叫须北的地方 骆驼老了不能再为你们赚钱 你们拿它怎么办呢 我们就养它 姐姐骑的这条才两岁多 我们往更高的棱线上去 玉莲 我说 你乖 叫骆驼跪下 我下地 换你上来骑着玩儿好不好 玉莲吃了一惊 不行的 不行的 姐姐是客人 行的 行的 你上来 我咯咯的笑了 不行的 不行的 那我就滑下 我们在高高的沙岗上嬉笑起来 路 欲走欲抖 大漠平沙全在脚下了 泪北 欲连看了我一眼 我摇摇头 累了 姐姐也下来走走 欲连又看了我一眼 不累 倒是你 一心一意 只想把你给弄上来 让我给你锁一回骆驼 不行的 玉莲声音里有些东西掺进去了 好 那我也不要再上去了 那我们回去 欲连再度迎面向我 去你家里好不好 远不远 好的 欲连立即转了下坡的方向 就在不远的绿洲里边 这位姐姐跟我家去 她锁出了一台自行车 姐姐 我这就骑了 姐姐 跳上来 不怕摔 在那高高的白杨树下 欲连骑着车 我鞋坐在后座 穿过了一排还没有全上牙的树影 往她那绿洲里边儿的家园齐去 我们去年分了家 也就是说 里里外外全都分了 田产 收入 房间 炉灶都给分了 我们一家三口算是小家庭 现在姐姐你去的地方是个大房子 我们分到好大的两间房 我抱住欲连的腰 把头发在风里打散了 空气中一片花香加上蜜蜂的嗡嗡声 是一个凉凉的春天 姐姐 我还有电视机 是公公买给我们的 不过是黑白的 彩色机太贵了 欲连你公公婆婆好 是啊 我爱人也好 娃娃也好 说着欲连跳下自行车 过了一道流着活水的小桥 指向那不远的大围墙树 十颗核爆的粗细杏花深处的泥房 说 那就是我的家了 从欲连家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手上多了一条大洋红色加金鞭儿的方巾 是欲连从电视上一扯扯下来 硬要送给我的 欲连的公公婆婆送到门口 见我只喝了糖茶而不肯留下来吃面条 有着那么一份不安和怅然 姐姐赶车回敦黄集呢 欲连说 欲连的公婆对我说 下回来家 就住下了 乡下地方有的是空房 吃的少不了你一份 六七月里来 甜里蔬菜瓜果吃不尽 还有性子 我向两位家长欠身道别 对欲连说 你这就做饭不用送了 我跑路去赶车行的 欲连又去推她的自行车 她那站在葡萄架下的爱人 手里果然抱着一个好壮的男娃娃 欲连爱人老是笑着 不吭气 穿过大片薄绿的田野 穿过那片黄土地上 开满着杏花的树园 我们上了桥 渡过溪水 又得离去了 我望着村落里 向那长空飘散而去的 一丝吹烟 把鞋子在田梗边擦了擦 笑看着欲连 说 不想走了 有这么好吗 欲连娜娜地说 我摸摸她红苹果一般的面颊 轻声说 好 我们的日子就是清早起来做做田 晚上天黑了看看电视 外边儿的世界也没去过 外面吗 我叹了 我叹了口气 说 我倒是有一台彩色电视机 就是没有装天线 我推着欲连的自行车跑起来 欲连你们夫妻不吵架 我们从来不吵架的 你们这一大家子十四个人又吵不吵架 我们正在薄荷一样清凉的空气中 踩过一地白羊树的影子 往停车场骑去 我们跳下车子 喘口气 笑一笑 你们为什么总也不吵架 欲连被逼着回答 才说 公公是佛教协会的 接着又说 公婆人好 大家就和气 欲连你也好 我看了她一眼 忍不住轻轻转了一下她的冒颜 汽车来了 一时也不开 我还是上车了 欲连靠到我的窗口边边来 说 姐姐你要是再回来 早先来信 肯定住家里了 房子好大的 这姐姐也看见了 家里东西吃不完 我们日子好过 也不吵架 如果六月来了 田里瓜果满地都是 我手上扎住了那方 欲连给我的彩金 在那奔驰驶过大哥壁 奔向柳原港火车去 吐鲁番的长路上 我再看了一次 欲连公公给写清楚的地址 我拿出小录音机来 重复录了两遍 欲连那家园的所在 又说今天是西元1990年4月13日 我在中国大西北 甘肃省 敦煌 月牙泉 欲连 你就是我所得不到的梦 星号载于1990年6月讲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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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